過了三次, 沒試過拍拖 你覺得是一個遺憾, 是嗎? 幾個 真的沒試過有男生主動想認識你嗎? 我有很多 試過最白癡的一次 就是人家12時生日 送個蛋糕到家門口 收了豬肉, 謝謝… 對, 我說大家吹白藍燭 然後就… 走了 走了, 挺肉酸 之後連朋友也做不到 你說肉肉酸 我最討厭是什麼? 什麼? 公眾假期的節日 就是情人節, 聖誕節 當然是不出門 昨晚初步了解了八位候選好男人 不知道四位美女怎麼看呢? 經過第一輪的聊天之後 也有三位男士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Jasper Brandom 第二位是Piro 以及李壯恆 初步有不錯印象的是她們七位 雖然在第一個回合裡 我們集體問問題的時候 你們很多的答案 都嚇倒我們那四位女神 但她們非常欣賞你們那種誠實的表現 所以在第一個回合之後 八位候選好男人裡面 有七位她們都非常欣賞 就是說有一位還未得到她的方心 究竟是哪一位呢? 當然我不說了 希望你們繼續加油努力 我這個人很大膽 很喜歡玩一些特別刺激的東西 所以賓豬針、賽車這些都適合我 而我去旅行也不會一般的地方 我會去北韓玩 這次有機會找我一個特別的女生 我很喜歡的 她是小小的 希望她這次會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和她一起 你認識了Vilsson多久? 我認識了Vilsson二十年 我們在加拿大認識 她個人喜歡玩刺激的遊戲 例如玩電單車、玩槍 她駕駛也獲得第二名 我在加拿大回來之後 我認識她了三年左右 她的人極度風趣、幽默 和唱歌很像葛文輝 女生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必定會很開心 Vilsson多久 Vilsson多久 8年以來前 Vancouver 在認識她 她的見面是兒子 但她很賢 她很賢 她一直在笑 她很開心 她很開心 努力 努力 Vilsson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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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好 你好,Wilson 說一些Wilson的背景資料 他年33歲,他職業是做金融的 剛才你在短片裡 曾經提過你挺欣賞小寶的 是 小寶,這個問題我先問,好嗎 好… 你欣賞小寶的特質 還有你第一次看到小寶 應該是在螢光網上看到吧 是 她有什麼特質,你覺得這女生不錯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她 是看你的節目 我看福六獸看到的 是 謝謝你 我第一次看到她 覺得這個女生很肥胖,但挺可愛的 其實她眼睛大大,嘴小小,挺可愛的 是的,然後看到她越來越多機會上電視 而且近期的電視也看到她 對,所以我希望有機會上來親身見見她 認識一下她,對吧 好 你有甚麼想問Wilson的 你幾個眼睛,我幫你聽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但這兩個字… 甚麼字 好奇… 其實我覺得你挺有誠意的 其他其餘的七位男士 都沒有特意指名哪位女性 我真的很光榮 其實除了眼睛大大,嘴小小 我們還有高鈴,眼睛大大,嘴小小 我忽然回錯了,會不會說高鈴 我又覺得,為何你會在這麼… 你會把你自己的摘偶條件 為何會有一個賀無興趣的好奇 你知道嗎?這樣會扣分嗎 在小小的眼中,好奇是一個缺點 是 為甚麼呢 這就是肥人的問題 我介意問一個 之前你的女朋友最肥的多少磅 不到100磅 小小的磅,100公斤? 也不像 你又不用這麼看 你好奇未必是因為沒試過 所以你說其他好奇不要緊 這個好奇對我來說 若是分手如一,很傷的 我再重提,我是100公斤也不像 我沒有說我貪他胖 是嗎?是嗎 我沒有說我喜歡你胖 或者因為你的體型而喜歡你 其實我喜歡是因為我覺得 性格很重要 例如開朗,經常有很多笑容 我想令你身邊的人都會很開心 反正如果只是漂亮 但當時可能真的好奇 你覺得他漂亮,你就跟他在一起 但如果你久見了 你覺得沒了感覺,就會分開 好,我接受的 好,我再加分 對,先加分 但你們沒什麼問的 很久沒試過他收口了 對,終於滿意 還要滿意 我剛才看到細細粒的眼睛 突然好像雪人用花鳥 假設你跟細細粒有機會第一次約會 你會如何悉心去準備呢? 我希望可以跟他出去玩,去遊車 好,然後我們可以… 我不坐電單車 不要緊,我為你而變 其實你不想坐電單車 是怕車子會反過來嗎? 不是,這個不安全 我是一個很安全的人 好的 我不太安全,我很不喜歡 我想問一個問題 知道你不得貓 你不是對貓敏感嗎? 不是,我是很喜歡貓的 你不是對貓敏感嗎? 不是,我是怕 如果一個女生對貓敏感 我沒辦法跟牠在一起 因為我… 是嗎? 要搶聲啦,Ebi 你怎麼準備錯誤呢? 是你一樣的 那又能夠補救小島了,是嗎? 是 我待會給貓的照片給你看 好… 真的給貓的照片給你看 今天有帶甚麼唱藝表演 表演給小小粒看嗎? 其實我今天可以唱一首歌給牠聽 好的 掌聲… 中文字幕acz 演唱唱 片一首歌 wacky 歌曲 歌曲 一首歌 就唱唱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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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完全捍衛 留住你 畫個不可一世 問我亦無愧 又你可以拆破這天際 謝謝 好的 現在有機會 讓你問我們其中一位女神 一條問題 你會選擇誰呢 我也會問小小粒 好的 其實你心儀的對象是 怎樣的人 合得來 和溝通到 至少我覺得她是成熟 至少… 如果大家的想法不同 以我性格 我每天和你一晚開餐 究竟四位會給綠燈還是紅燈 三秒鐘時間 為甚麼 突然會被紅燈 因為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感覺不是就不是 其實你覺得我有甚麼不好 你沒甚麼不好 你沒甚麼不好 我也說我是一個… 你就當我是一個感覺 很強烈的人 我覺得… 人家經常說一句 天… 時機不對 天時地利人和 你就是時間不對 對嗎 我總要給人一個下台階 我再怎麼樣 衰 我也覺得男生嘛 就給一個下台階 這樣會比較好 暫時還未能, 是嗎 待會有可能會改變主意嗎 我再回答你 好的 好 我也想知道其他藝人 為甚麼都會覺得是紅燈 好的 我打算給這個機會 小小顆選擇 所以小顆也是 所以你才選紅燈 我打算三個紅, 一個綠很漂亮 對 對 看看待會你能否用誠意 打動到小步改變的初衷 好嗎 好 謝謝Wilson 謝謝你 謝謝 我又不覺得會失望 這次也讓我看到小小顆 哪個女生的心 或者之後再有機會 再認識她的心 可能結果會不同 你是有女朋友的 是的 你傷過多少個女生的心 變的話就是 你很複雜 不… 你開始時都說不服自己 好的 所以你不知道要在哪裡 戀愛是一個過程 當開始相識、拍拖、分手 其實也是一個過程 過程之間,每一個都有一種體驗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 不會停止戀愛的人 我很怕跟兇殼聊天 有些人跟我們聊天時 好像甚麼都不知道 不能給你反應 譬如有些我們叫港女 真的嗎?真的嗎?是不要緊的 最主要是你真的 假日之後你有沒有興趣 去追求更多的東西 即是去聽 還是真的假日之後就沒了東西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喜歡跟用腦袋聊天的人 即是大家同調的人聊天 在一些很認真的事情上 其實他真的可以很專注 而且很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 他見波色光 我喜歡跟他聊天 我喜歡跟他聊天 其實完全不會覺得悶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細心的男生 他對身邊的所有朋友、同事 家人都會關懷備知 也會很愛護他們 你好… 你好… 你好 馬庚森的資料是年齡31歲 他是一個財財管理員 也是銅鑼灣一間酒吧的小股東 剛才你在我們那段短片裡說過 你很喜歡用腦袋跟別人溝通 是 其實有甚麼辦法 可以用腦袋,不用口袋溝通 你試試可以跟高檸 用腦溝通一下嗎 你看見他笑了嗎 他在溝通 你看見他笑了嗎 對 你今天溝通了 就溝通了 對 好的 你是有女朋友的 對 對 那還是想解釋為何還會上來 想認識我們 兩件事 一是我相信有可能性 對 所以在填表的時候 我也是來面試 我也是拍攝了我的女朋友 我也在鏡頭面前拍攝我有女朋友 但最後我也出現了 這就是可能性 第二,這節目叫做找個好男人 我是好男人,所以我來這裡 你愛不愛你女朋友嗎 愛的,愛 假如今天我們有一個跟你走 你會跟你的女生分手嗎 這也是思想上誤 首先,數兩詞,你先別錯了 是 女生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 來這裡最主要就是 有一個機會讓大家認識一個新的朋友 一個新的機會去開闖一個未來 而不是在這一刻決定了你的人生 所以你說 我會不會在這一刻放棄我的女朋友 或在這一刻你們跟我走 我跟你一生一世 不會 你的心態是 我想找一個 我一輩子都不會變的 我是你的 你的感覺還是甚麼呢 你抱著甚麼心態呢 是想結識一個女朋友 還是玩玩玩玩 其實我來這裡的目的是… 尤其今天來到見到你們四位之後 就是我很開心 我是想認識一些好的人 開心的人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正面想去 即是我正面的人 吸引正面的人 大家都開心 這是我需要的目標 但之後有甚麼發展 沒有人會知道 想說就是 她找到她今天的女朋友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知情 對,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自認自己的好男人的原因在哪裡 如果… 回到最後這樣說吧 我選擇了一個正直的人 我可以剛才告訴大家 我沒有女朋友 我可以拿出那張表情 告訴大家我沒有女朋友 但這一刻我告訴大家 我有 我選擇了一個正直的人 好的 所以我們要原諒你 對,那你是有 那當然要說是有 對… 誠實是基本條件 但為何要原諒我 我的意思是… 對不起,接受你 是嗎 即是你跟我說 我殺了人 我就是想告訴你 坦白告訴你,我殺了人 你說完之後,那件事是對的 那件事發生了 以後越說越說世界觀 適合錯是誰的 對不起,越說越大了會變得 你永遠不會說 這一刻我覺得我遇見一個正面的人 你只會一直覺得 這個好像更加好 這個好像更加適合我 不是這件事 可能我的世界觀 和其他人是比較特別的 我相信那些叫三明海誓 說那一刻一定是 不然你不會說這句話 但為何最後可能會分手 人一路變,環境一路變 可能在後面的時候 有些事情發生了 你無法一齊 但究竟無法一齊 你堅持下去 還是你任由它 不成功,我們算吧 是哪一件事 這是很遠的事 所以我是否騎牛尋馬 不是 我只是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你相信感情一定會變 自己也一定會變 自己是不停的結尾 其實大家都一直在轉變 變,不是我變心的變 而是大家… 有些人說 我因為了解而分開 結婚,生了個兒子十多歲之後 因為我們明白大家不合 所以我們分開 這件事 究竟大家是因為… 到時不合,分開 因為這件事真的會變 但好,我們想在一起嗎 如果想在一起 可以再談 再繼續向前走 就是這件事 而變的話就是… 糟了,很複雜 你懂得說話嗎 沒有… 因為你開始自己也說不服自己 好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要說到哪裡 因為我們可能是凡人 你是超人 在凡人的心目之中 因為穩定是代表幸福 可以在很多地方變 在工作環境可以改變 可能是你的人生的高低低起伏 可以改變 但你的價值觀 或者你對愛人的承諾 是不應該改變的 是吧 所以結婚很重要 人會改變 不可以成為一個藉口 讓自己改變 是吧 那在你的世界 是否沒有信心 或者是可以用… 你很容易抽離 不需要…無情 是否有信心 他有信心 他就是那一刻說 他就是那一刻 但之後人會變 是嗎 時間又會變 那時就不同了 我一說那一刻我是 我想這種性格的人 是連我的朋友也做不到的 他不會是我想找的人 覺得他是… 很無血無辱的一個人 其實你找女朋友 和找老婆的分別在哪裡 結婚… 我有一對朋友 我們認識他們 那時五十多歲 突然之間 有一天他派貼給我說 我們倆結婚 你倆不在一起很久 我說我們一起三十多年 還沒結婚 但突然想結婚 他們的兒子也有了 這才是我覺得真正的愛情 不是因為… 為何我要愛他 為何我要照顧他 因為他是我太太 因為他是我老公 不是躲起來之後而發生的 而是大家因為欣賞對方 給對方吸引大家喜歡對方 真的有愛在裡面 才會有這件事 愛只會維持一段時間 之後會是感情 或者進化到親情 情有很多種 你不可以只說 我這輩子只要愛情 所以你就不停換女朋友 因為這個不愛我只要下一個 他太堅持著他這份… 他所謂的信念 令到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他 但我覺得他的態度就是在於 你們不明白,我不要緊 我很欣賞後現代的愛情觀 但我相信我們這群女生 很沒辦法去認同 好… 我想問一下 你傷過多少個女生的心 其實… 她還沒停止戀愛 對,其實五、六個… 現在這個女朋友是第六個女朋友 第七個 第七個女朋友 好的 就是之前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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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好,到此為止 你有問題想問我們的女神? 有問題 好 其實剛才跟Wilson聊天時 我看見你比開心 但為何你不肯去走前一步 嘗試接受 而是我覺得… 對,你開心後又回來了 為何不敢走前一步 就等於… 謝謝你,你做了我主持的工作 你這個問題,我很想問我 就等於我不明白你的愛情觀 所以我相當知道 你也不會明白我在想甚麼愛情觀 我回答你的問題 只可以這樣,不好意思 好,因為她很危險 對,你很怕去冒險 但其實為何我們會害怕 就是因為你沒試過,所以害怕 不如試一次你就知道 對,我會考慮 好,在這時間 不如大家給燈吧,好嗎 綠燈還是紅燈 三秒鐘時間 三,紅,一,綠 這邊有希望 這次為何會給綠燈呢 其實我有點了解她說婚姻的事情 我會覺得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婚姻不是一個束縛 你是因為愛而有一段關係 有一個家庭 不是單單為了一張紙 好的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Marcuson 謝謝 謝謝… 我給綠燈Marcuson 真是單純為了某一方面的意見 我真的很認同,我亦很想提出 所以我給她這個綠燈 當然其他不停戀愛 不停世界會變 某程度上有些行為,我不認同 喜歡小寶的Wilson 看來緣分未報,夢人開綠燈 令人每一元安全感的Marcuson 就有一盞綠燈 明晚繼續找個好男人 因為我個人很直接 我不是黑就是白 我喜歡或不喜歡 我不會在你面前表現得… 可以的,我不會這種很假的 你有困難的時候 你們倆應該要克服、包容、體諒 而不是真的有什麼問題 你就…有什麼就先走了 然後你再去找下一個 你永遠不會有一個很穩定的女朋友